今天是3月1号星期五 也是新闻抢先报开台一周年 感谢大家支持新闻抢先报 我是杰林 新闻的开始来跟进老千甲半豪客 光顾金钻行 偷龙转凤 换种昂贵红宝石戒指的最新进展 原来这个肥党已经不是第一次干案 而是早在29天前 他们就在云顶高原另一间珠宝店 实际偷走价值36万的七颗拉钻戒 这两名肥党成员是在1月27号下午1点52分左右 进入珠宝店 分别到店内两个角落选购珠宝 其中一人让店员取出装有十余颗钻戒的盒子 仔细观察后 另一人借故分散店员的注意力 让同伴顺利偷走钻戒 这家珠宝店位于云顶某商场的三楼 红宝石偷窃案的金店则在二楼 33岁的珠宝店负责人卢先生 接受中国报电访时说 他在红宝石戒指失窃案发后 才发现被闭录电视设下的歹徒照片 和早前偷走钻戒的歹徒是同一人 由于钻戒失窃 当时在店内值班的四名员工也惨被连累 需要每月以扣薪方式赔偿给公司 直到缴清36万令吉为止 镜头转到沙阿南 一名51岁华裔电线技工 为了高薪和免费出国旅游 甘愿沦为贩毒集团的毒驴 他第一次成功把冰毒运到韩国后 日前再试图把冰毒绑在小腿和大腿 企图运到韩国 结果失手被捕 水州总警长拿督诺阿湛指出 吉隆坡国际机场速毒组警员 在前天 也就是27号凌晨12点半 在机场三楼出境处 发现一名本地华裔男子行迹可疑 结果在对方身上 起货6包重达2.3公斤 市值11万3900令吉的冰毒 他说 嫌犯是看到本地贩毒集团 在社交网站打广告后 上钩接受着高薪和免费出国旅游的现役 不料在第二次出手时落网 有一项毒品和一项犯罪前科的嫌犯 目前被延扣到本月5号 并在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文下 接受调查 一旦被控罪程 唯一刑罚是死刑 但也可能面对终身监禁 以及鞭斥不少过15下 早前一名殷役贼徒在加莱珍珠花园捷运站 深降梯处打抢以及殴打妇女 他的犯案过程被闭录电视拍摄下 还在社交媒体疯传 而今天这名冷气机维修员 在吉隆坡地庭分别面对抢劫和磁蟹商人 共两项罪状 不过他都否认有罪 26岁的被告迪纳达亚兰 被控在上个月14号清晨6点45分 在上述地点打抢40岁的 李姓马银行总社经理事组身份证 驾照银行卡以及400令吉现金 并将他打伤 他因而抵触刑事法典第394 抢劫商人条文 罪程可被判处监禁最高20年 以及鞭斥 另外 被告也被控在同一天清晨6点30分 打劫大同花园KK曼连锁商店 恐吓该店孟加拉吉员工后 抢走八包香烟 抵触刑事法典第392或397 抢劫及磁蟹抢劫条文 罪程可被判处监禁最高20年 以及鞭斥 被告没有代表律师 法官艾米利亚·卡斯瓦蒂 则定两宗案件 分别在3月15以及18号过堂 而被告也不获保释 市场上拍卖的物品多不胜数 举凡房子、车子、珠宝等 你可能都听过 但是由雪州八升市议会 举办的拍卖充公品活动中 活生生的牛羊 竟然也是拍卖品之一 八升市议会每年都会举办 3到4次的拍卖活动 主要是把充公的各类物品 拍卖出去 一来是防止这些物品 堆积太多而塞满仓库 二来也可以通过拍卖 增加当局的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 一些遭市议会充公的牛羊 一旦没人认领 也会被公开拍卖 今年初便有一头牛 以3000令吉的价格拍卖出去 八升市议员黄志荣向中国报披露 市议会充公物品后 一般都会搁置3到6个月 一旦过了期限 也没有物主向相关部门赎回 市议会就会把这些东西 列为拍卖品 他也说 市议会曾经在2017年 成功以320令吉 卖出三头羊 这些牛羊主要是因为在住宅区溜达 当局接获头报后赶到现场捕捉 再把这些牛羊 关在八升北港 苏丹苏莱曼的动物收容中心 只要四主没有在期限内赎回 当局就会以四架公开拍卖 那说到美食就不能不提 去年熔登全球十大道地美食目的地 榜首的怡保了 而随着新加坡 辽凡油鸡饭面获选为米其林一星餐厅 也是大马人的创办人陈汉明 就回老家以保开设首间分店 事业第一天就吸引了近千人次来朝圣 简直是美丽非凡 53岁的陈汉明创办的辽凡油鸡饭面 从2016年到2018年连续三年获得了新加坡米其林一星 因此也被誉为最便宜的米其林料理 他也大方公开秘诀道 上好酱油好比油鸡的灵魂 另外也要用上好的卤水材料 他说油鸡和一般白斩鸡的不同之处 是油鸡十分入味 可以直接品尝 而烹调一只油鸡 从准备食材到完成上桌 整个过程需要耗食近两个小时 为了配合乙保人不喜欢太咸或太甜的口味 他也特别在酱料上做了改良 陈汉明说 要获得米其林一星并不简单 首先食材要新鲜 食物有特色 味道与众不同缺一不可 最重要的是不能添加防腐剂 乙保人向来喜欢吃芽菜鸡和烧鸡 而他希望了凡牛鸡翻面的油鸡烹调法 口感以及味道 可以为乙保市民带来不同的饮食体验 黑木耳滑润清爽又含有丰富的营养 是餐桌上受欢迎的食材之一 而最近一支中阴研究团队发现 有三个黑木耳品种含有抗癌抗衰老的基因 中国科学院苏州医工所和英国牛津大学合作 针对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三个主要黑木耳品种 进行基因测序 结果发现了有关药用和保健价值 而他们也会做进一步的研究 据了解 这次研究涉及的三种黑木耳来自吉林省郊河市 黄松电阵国家级万亩黑木耳标准化种植示范区 并根据表面折皱由多到少 分别称为全筋 半筋 和无筋黑木耳 虽然这三种黑木耳都有能产生抗肿瘤 抗衰老代谢产物的基因 但不同种类的黑木耳 在疾病抗性和药性成分生成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异 黑木耳固然好 但是中国浙江却有一名七岁女童 早前在家中吃了浸泡过久的两半黑木耳后食物中毒 经过了四次全身换血和持续洗血 还是基于多重器官衰竭而命在旦夕 医生指出 女童是因为吃下的黑木耳被浸泡长达两天 里头滋生的细菌产生米酵菌酸毒素 而米酵菌酸是致命率最高的细菌毒素之一 死亡率超过50个百分比 医生也提醒 只要浸发时间不超过两到三个小时 甘致黑木耳都可以放心进食 而浸泡时可以将木耳放进冰箱 以解闷细菌的繁殖 如果发现浸泡水有异味 水质变得粘稠 或者木耳颜色有异 都不应该再进食 来关注接下来的最新油价 婚礼是见证一对新人不如人身新阶段的幸福时刻 但是在土耳其 一对新郎和新娘的家人 却因为婚礼现场选择播放的音乐而激烈争吵 后来还演变成互殴和丢椅子的混乱场面 虽然警方已经迅速出马调停 但是还是难以控制激动的双方人马 新闻结束之前 一起来看看这两家人 结亲不成反互抛椅子的夸张场面 我是建林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